水浒十大经典名言第六 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 便叫他做良山坡主 话说曹盖在攻打增投市时 被毒箭射中面部 眼看时日不多 曹盖对身后事做了安排 临死前他对着身边的宋江说道 那一个抓到射死我的人 就让他做良山 良山坡主 众所周知 宋江当时担任良山集团副董事长 那么董事长临死 为何不让宋江继位 反而把位置推向大众 其实曹盖心里对宋江 一直都有抵触 曹盖知道宋江一直盼望着朝廷招安 而曹盖一直是反对招安的 所以说曹盖还是希望 把良山之主交给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吧 那么你认为良山108将 哪位比较适合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点赞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